大额头小刘海水滴屏挖孔屏 当然还有升降前摄全面屏 大家的手机是哪一种方案呢 可以左边弹幕 我们在追求屏幕更大更完整的路上 一往无前 只是现在目前每种方案 都无法兼具体验和显示效果 升降结构太重了 挖孔屏会破坏屏幕的完整性 透明和全息投影距离我们又太过遥远 屏下摄像头不牺牲空间寿命和重量 是目前最接近我们能够触摸到的未来 屏下前摄的技术已经发展了数年 回想一下我早在两年前 都见过不止一家的原型机 但是为什么始终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上市呢 屏下前摄究竟有什么技术难点 小白测评作为全网科技数码频道 我们有责任整理汇总 并带大家来看一看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和技术 让大家保持最新的科技视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炯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咱们聊聊各家的屏下摄像头技术 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 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 小白测评APP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 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半价炒物 国行正品代票 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 赶紧搜索上车 天机XR20 这是目前你唯一能够买到的 首发量产屏下前摄手机 使用了一块来自维歇诺 6.92英寸的108NP OLED屏幕 支持10bit和100%的P3广色域 90Hz刷新率和240Hz的触控采样率 单纯从硬件参数上来说 这块维歇诺的OLED屏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们的重点还是屏下技术 西屏状态下前摄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在有强光的情况下 甚至还可以直接看到屏下的前摄镜头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毕竟为了前摄能够正常拍摄 高透光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谁没事会在西屏状态下 还老是盯着屏幕看呢 除非和我们一样 我这个角度能看到 白脸能看到 我觉得还可以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先说结论 还OK 相信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 使用挖孔屏的也不少 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还会经常注意到小挖孔吗 如果挖孔不会 那这款屏幕就更不会了 平时的刷微博 看微信 看漫画 刷短视频都OK 而且宽阔的大屏视野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注意到这里的话 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首先就是亮度有些区别 你会觉得这里好像亮那么一点 但是亮的又不均匀 好像是许多很小的亮点 在不灵不灵的闪 这就是这款屏幕 为了屏下前摄所做的妥协 降低分辨率 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 这里的像素密度 明显要低于其他地方 每个像素的位置都只有一个子像素 相当于只有原本分辨率的三分之一 而这款屏幕本身就是Diota排列的 换算下来 实际的PPI只有275左右 对于接近7寸的大屏来说 已经非常低了 而且这里更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子像素密度 也就是说屏下前摄的位置PPI只有90左右 自然也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超大果粒 杀窗效果 而如果想要这里的分辨率足够精细 起码达到这款屏幕的标准275PPI 同理其他位置的PPI就至少要达到825 这么计算下来 这款屏幕的分辨率至少要5K了 相当于将一块最新的iMac屏幕 塞到6.92英寸的空间里 还有即便真能塞下这么多像素 前摄位置估计也透不过这么多光线了 在日常使用之中这块屏幕大多数情况下 也就是自带马赛克而已 中心为了尽量让你看不出来 只允许通知栏显示9个图标 超出的部分就会被收纳 防止正好位于屏下这个位置显得突兀 但是注意但是了 在某些精细度很高的情况下 屏下摄像头的位置会出现bug 比如这几张图片 屏下的位置就无法正确显示 好在这种情况并不容易在日常中遇到 显示效果知道了 那前摄拍照到底怎么样呢 总结来说能用吧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就效果有点差了 总之他拍出来的样张仿佛都加了一层磨皮和朦胧的滤镜 而如果是逆光的场景下 光源的位置还会出现明显的光运 对于3200万像素而言 解析力当然是可见的下降 不过如果你只是日常和女朋友视频聊天的话 那还是够用了 如果没有女朋友那问题就更小了 总而言之 现在如果你想要超前体验屏下摄像头的手机 那么你对前世的要求就不能太高 而且不能是强迫症患症 但你是否会有个问题啊 这个屏下前摄的问题不应该是透光率吗 为什么会雾蒙蒙的呢 大家先把高中物理这四个字打在公屏上 涉及到的知识点就是光的演射 高中物理确实还是很难的啊 不了解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个如果你是高中理科生一定看过的物理现象 双缝干涉实验 当一束光照射在两道缝隙上时 对应出现的结果并非是两条光带 而是一串光带 你还记得光盘的彩虹纹吗 这也是光的演射 如果你有兴趣 你还可以百度了解一下帕松光斑 非常有意思 由于屏幕的紫像素和紫像素之间的缝隙相当的小 这就相当于把光线分成了网格 而光被分得越多 演射的现象就越严重 最终就导致了你看到的仿佛加了一层朦胧的滤镜样子 举个类似的例子 你透过沙窗看风景 屏下前摄就算是透过沙窗进行拍摄 这并不是因为屏幕的透光率不高 而是因为有像素的存在 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目前OLED的紫像素并没有办法做成透明的 即便做成了透明的 屏幕本身也是不均匀的介质 简单说就是每个地方的光线折射率是不同的 依然会存在演射问题 所以目前的屏下技术并没能够大规模量产 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通过压住牛顿的棺材板 来改变物理的规律 我们只能通过别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比如算法 通过算法来减轻照片朦胧的问题 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如果先不考虑拍摄朦胧的问题 那有什么办法保证拍摄质量不再下降 而显示效果有所提升呢 小米前阵的公布了他们的屏下方案 根据图片和介绍里说到的 和正常显示区域拥有相同的亮度 色域色准和香素密度来判断 首先 紫像素的数量并没有被变少 那么能够不改变紫像素数量 还保证透光率的方案 就是减小每一个紫像素的体积 紫像素变小了 能够通过光线的面积不就变多了吗 我去天才啊 这仿佛是个中继解决方案 但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问题 比如视觉分辨率会降低 像素点不同于整块屏幕 可能造成的分布不均问题 由于还没有食物 小米也没有公布更多的资料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现阶段的技术推测 小米所谓的第三代方案 还有不少的成熟空间 当然了 起码人家做了相关展示了嘛 早两年的机友 肯定还记得OLED屏幕 在低亮度情况下 抹不平的问题 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请扣1 这是因为OLED的紫像素 是通过蒸度附着在机板上的 如果你不了解 可以在B站的P2 我们的百万后期告诉你 OLED屏幕是如何生产的 你就明白了 蒸度就导致了 每个紫像素的体积 会有微小的区别 低亮度情况下 肉眼就很容易看出 紫像素的区别了 这就是抹不平的原因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烧平也会导致 紫像素的亮度不均 结果也是显示效果出了问题 而小米的解决方案 问题就在于 屏下区域的紫像素变小了 这个时候如果需要达到 和其他位置相同的亮度 这块屏下摄像头的紫像素 所需要的功率就要更大 更容易烧平 这对于紫像素的材料 有着更高的要求 你总不希望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屏下上头的位置变得更暗了吧 同时由于像素更小 对工艺的要求也更高 良率的爬升也是个问题 最后的最后 小米的方案 也没有解决衍射的问题 所以小米的算法 能够达到什么水平 我们就非常期待了 除了小米的方案 其他国产场上也各有妙招 比如vivo选择了一个 工艺难度非常高的方案 将显示屏拆分成两种 正常的区域是AMLA 而屏下上头的位置 却是PMOLI 也就是对屏幕的基础制造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需要两套不同的驱动 对用不同位置的屏幕 而魅族则选择了 使用石墨烯作为屏幕的基板 利用石墨烯透光更好的特点 让屏下镜头可以得到更多光线 华为非常具体的方案 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 但是华为解决了 你能够在前光下看到前摄的问题 通过在前摄前面 加入了液晶调光膜 通过改变液晶的状态 来实现透明和雾度之间的切换 而这个方案 不仅可以调节显示屏 也可以用在机身的后盖 概念机有些类似 我们这边的跌节站 也有透明液晶屏的展示橱窗 而OPPO的方案更加有趣 通过移动摄像头的位置 并拍摄多张照片 来解决紫像素遮挡出光线的问题 并最后合成出效果更好的照片 但是这会导致 显示器的紫像素密度降低 所以OPPO还设置了第二块屏幕 不拍摄的时候 屏幕一和屏幕二的紫像素互补 解决分辨率的问题 拍摄时移动第二块屏幕 让第二块屏幕的紫像素 重叠在第一块屏幕下面 从而增加了拓光的面积 你光听着 这技术难度都非常高 不过这还不如京东方的更加彻底 直接把前摄位置的屏幕移开 用完了再复原 这不就完了吗 对啊 摄像头能动 为什么屏幕就不能动呢 Vivo其实也想到了这种方案 只不过Vivo尝试将屏幕卷起来 对屏幕的基础素质要求要更高 各家的方案都有各家的特色 我们也只是收集了一部分专利 并尝试解读其中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 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评下专利这四个字 或许本期视频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收集整理到的相关专利文件 全部看完我们不得不感叹 研发之路的坎坷 没有人可以看到未来 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未来 每一项新技术的背后 都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 你并不知道厂商尝试过多少种方案 付出了多少成本 或许到了未来我们不再需要手机了 甚至我们能够摆脱现在这个肉体和空间 达到更高的维度 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些技术宛如钻木取火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那个未来 所以未来才会显得那么迷人 让我们趋之若悟 就像之前我看刘思钦曾经写过的一段话 一知道在哪了 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 不知道在哪 感觉世界才宽广 OK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B站 新浪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 还想让我们聊什么更前沿的技术 更新的科技 都可以留言或者评论或者弹幕 不过关键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